對於千八年來解釋不到的神秘事物 有人不相信 有人好迷信 有人迷而不信 就讓我們一一來拆解 遜而不迷 Hello 又回到遜而不迷的時間 今集繼續和大家講關於身心靈的事 在這裡的朋友大部份都看過或者聽過很多身心靈的書 在吸引力法則中,我們經常都聽到一句說話 就是你吸出去什麼,自然就會收回什麼回來 是真的 所以我們經常說我們要吸出去正能量 我們要做善事,去幫人 自然好的回報都會回到我們身上 但如果我們把負面能量、負面信息 或者罵別人的信息之類的去吸引出去 然後我們都會收回這些東西回來 就像一面鏡一樣 我發覺現在很多人都是很容易地 將一些負面的能量、負面的信息 去發放出去 其實發放負面能量出去 好像看起來是容易過發放正面的能量出去 所以這就是成為了我們不其然的習慣 很多人都很喜歡在日常生活中 不斷批判他人 我身邊也不乏這些朋友仔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跟我說 我家人怎樣怎樣怎樣 我家人又隨地把東西隨地擠 又或者是不用碗 又或者是令房子很亂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在批判人的東西 又或者是批判自己公司的同事 我這些公司的同事都不做事 每個人都由手好走 只有我一個做 我的老闆又怎樣怎樣怎樣 不斷批判別人 其實在你批判別人的同時 這些批判亦都會回來 在這些情況之下 我通常就會建議他們 不如你嘗試去停止批判先 因為在現在這個階段 如果我叫你 要去祝福人 要去想著別人的美好 其實是很難的 但是我們可以從第一步開始 就是停止批判人 可能當你停止批判人的時候 你會發現 人家都沒有怎樣批判我 然後整個氣氛就會變得好 變得和諧了 當然他們聽了我的建議 亦都有嘗試去做 但是可能隔多一兩天 我的同事又這樣 我的家又這樣 我就說 你又批判了 你又批判了 舉個例子 我舉這個例子 大家要清楚 我不是批判 最重要是 你要知道 你說這件事出來的時候 你的意圖是什麼 我的意圖 只不過是舉一個例子 不是一個批判 所以裡面是不存在 這個批判的成份 是一個share case給大家 這個例子就是 我曾經認識過的一位藝人 他很習慣地很喜歡批判人 每一天都會去批判一個人 而每一天是批判不同的人 所以有很多人排隊 去批判 而他批判的方式 當然不會去當面去批判人 即是不會指著那個人來批判 而是在背後地批判 我試過有一次 一起等升降機 然後去停車場拿車 等升降機的時候 又在批判 然後我說 嗯 不如這樣吧 我們一會兒上了車 才再說 他就嗯 好 就停止了說 當他一停止了說的下一秒 被他批判的對象 立刻轉角位轉出來 就是這麼神奇 當然我不會知道 被他批判的對象 讓他轉出來之前有沒有聽到他的批判 如果別人聽到的 那怎麼辦呢 然後另外有一次就是 我和他一起在走廊走 迎頭迎面而來 就有個主人 有隻小狗 打對面走過 然後他走過的時候 就去撩那隻小狗 你很有趣 你很可愛 然後就跟他主人說 他很有趣 很可愛 然後主人就很禮貌 笑一笑 真的很開心 有人稱讚是小狗 好了 走過了 一轉背 走過了 不夠兩秒左右 他就馬上跟我說 他這隻狗很肉酸 很噁心 我真的不想和他打招呼 那時候我可以給你什麼反應呢 我就只好嗯 那時候我會覺得 如果你真的覺得 他這隻狗是肉酸的 你不喜歡的 你可以不需要 主動去和那隻狗 打招呼 別人沒有吵你 那為什麼你要這樣做呢 但是不要管 總之那一刻 我不知道主人 聽不聽到 對我說這句說話的時候 總之那一刻 也是在批判人 其實因為他的批判 通常都是在背後 暗地裏批判 你不要以為 暗地裏批判 是不能回到你身上 其實暗地裏批判 這些批判 很多人都會知道 因為很多人相對地 亦都是在暗地裏批判 他 即是在這一行 可能不在這一行 大眾不知道實情 或者實相 但是在這一行的人 基本上大部分人 暗地裏都知道 這個人是這樣的一個人 只不過他們不把他 說出來 因為其實都是相對 創造一個實相 就是你在暗地裏批判 別人其實都是暗地裏批判 甚至乎我認識過 一些記者朋友 都跟我說 其實我們不會報道他的 因為沒有什麼新聞價值 好報道 如果我報道他的話 就好像益了他 所以其實現在基本上 都很少見到這位藝人的報道 除非現在社交平台很發達 科技很發達 除非是他自己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那裏 寫一些文章 或者寫一些事件出來 譬如說 有人說我這樣 哈哈哈哈 類似這樣 除非是他自己 寫出來 然後傳媒才這樣 寫出來 就幫他報道出來 如果不是 基本上傳媒說 沒有興趣做他 甚至乎 一些傳媒的訪問都沒有 所以這件事 我相信就是他的批判 去創造了實相 是令到別人批判他 或者對他沒有興趣 你想自己的實相是怎樣 其實是你自己的創造 以及自己的選擇 如果你說我做了幾十年人 批判人 原來是我一個慣性 我每一天走出街 我都會見到一些 我覺得不愉快 或者隱隱的事 我都會批判 例如是 見到這個女生 為何他穿的裙子那麼短 為何這個阿叔 他的髮型那麼噁心 之類之類的 我都習慣這樣去批判 這些是很自然地融入了我的生活 我一時三刻 我怎樣改 或者是你可以嘗試 用一個最簡單 最方便的方法 慢慢慢慢開始做起先 慢慢慢慢練習起先 就是我們剛才說過 現在科技很發達 社交平台亦都很發達 我們很多人都很喜歡 在社交平台那裏留言去回應 又或者一些不關自己的事 都會留言去回應 這些都是一些批判 例如我也認識一個人 他很喜歡在社交平台那裏批判人 在別人的地方留言 又或者在自己的地方開帖 或者轉發帖 然後不斷批評批評批評 這些都是一些慣性的模式 我們可以嘗試去停止這個動作先 因為其實在社交平台這樣做 是無疑你是可以發洩自己的 心頭之憤、心頭之恨 又或者你見到一些 覺得不愉快、不公義的事 你都可以發表 我們是的 做人是需要有原則立場的 如果沒有原則立場 跟一媽立場基本上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嘗試 利用社交平台去學習 停止去批判別人先 因為其實你想想 當你在社交平台那裏留一句言 在批判別人 又或者你把別人的事情 轉載到自己那裏 然後你去批判別人 作用是甚麼呢? 發洩自己 然後讓其他人去看到你的發洩 又或者看到你的批判 你就會覺得很厲害 我在批判別人 我是最厲害的那個 其實是從批判這件事當中 去找自己的滿足感 但是如果你批判別人 又或者你不批判別人 對你來說有甚麼影響呢? 別人做的事對你來說 又沒有甚麼影響呢? 例如我們看到很多人都是 去批判一些藝人 在社交平台那裏 可能藝人發生了一些事 然後其實不關你的事 你也可以批判 難怪他死了 難怪他不紅 這是誰來的? 從來沒見過他 類似這樣 其實都是批判性的事 但是他做了一些 可能你覺得看不順眼的事 對你來說有甚麼影響呢? 原來是沒有的 你都是每一天照常生活 你都是每一天照常這樣 吃飯、喝東西、去洗手間 照常呼吸 他不會為你帶來任何影響 所以這個批判對你來說 其實只是八卦 對於我們的人生來說 有甚麼影響呢? 我們可以從當中 學習到甚麼課題呢? 原來是沒有的 但是反而可能會回彈一個 對於你來說 不是那麼好的實相 可能有些人就會覺得 你每一天都在社交平台批判人 我見到就犯了 然後就會對這個人敬而軟之 所以我們第一步 可以嘗試讓自己去學習 停止批判的 我覺得社交平台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大家都可以嘗試 去檢視一下自己 我自己有沒有去批判別人 這個動作呢? 如果有的話 我有沒有在社交平台 那裡有這個習慣呢? 如果有的話 那就嘗試第一步 在社交平台那裡去練習 停止批判先 然後再繼而去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去停止批判他人 我敢肯定 你的人生應該會帶來一個很好的轉變 你會發現你身邊的負能量 或者批判你的人少了 又或者你身處的地方 你工作的地方的氣場 也都會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大家不妨嘗試去這樣做 停止給予一些批判的想法給別人 亦都是停止這些批判的想法 回到我們自己的身上 你的人生路途是怎樣? 你可以自己選擇自己去創造的 如果你都喜歡我今集分享的內容 記得like、subscribe和開心share 給你的朋友 最重要是按鈴鐺 有最新的消息 你就可以最快收到的了 我們下次見啦